上周 加州教育部与加州平等权益联盟CFER等团体和家长达成和解后 同意在民族研究示范课程中移出两首阿兹特克异教祈祷词 托马斯·莫尔协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乔纳于上周日的新闻稿表示 这些祈祷词会引导学生向阿兹特克人崇拜的神祈祷 而那些神是用人做祭品来崇拜的 事实上 加州教育部于去年9月 遭到三名圣地亚哥家长和加州平等权益联盟起诉 他们认为在课程包含的祈祷词是违宪的 切此类宗教仪式涉及到可怕的人类牺牲和身体肢解 令人震惊 而教育部的课程资源部声称 这些颂歌可以作为激发全班同学的能量 并鼓舞学生的精神 作为诉讼和解的一部分 加州教育部被要求不鼓励在加州公立学校 使用以删除内容的声明 并支付10万美元用于原告的法律费用 在新闻解稿前 加州教育部并没有回应评论 新唐人加州记者站编译